大家好,欢迎收看每周一股,我是Vegan Winkman 今集有Stanley和我们推介她的深水股份 Stanley 你好 现在先看看上次你推介的维他奶 恒之期内表现跌了733点 跌幅有2.53% 股份方面的表现很厉害,升了五仙 升幅大概有0.19% 看看当时的买入建议 当时的建议买入价大概是24元 目标价去到30元 指涉价是不切指涉 今天中午收市价是25.25 期内波幅最低去到24.25 未能买入最高去到25.35 Stanley 虽然买不到 但看到维他奶的表现在这个市场还站得住 表现算不算意外呢 算是这样的 算是这样的 最近市场跌下来 维他奶还是说得稳稳 算是过得去的 不过买卖策略方面比较保守 因为你叫我买入价 都是24元这个位置 其实你可以说 当时定买入价也定得不算低 但只不过他的股价太硬正 所以变不下跌 不过维他奶很有趣 基本上年初至今大市的表现比较反复 但他的股价还是比较硬正 所以没有维持上星期的看法 基本上如果大家有货 就先拿着它 维他奶是最好的 我们市场的发展空间也很大 所以变成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卖点 所以股价也是硬正有去的原因 还有有货的话 在这段时间也跌不下的话 反映了一只抗跌力极高的股份 也可以考虑一下长选持有 有货就不用怕着 我们也看看今天的市场 看到今天恒治曾经跌穿了28000点 但下午回来越跌越少 现在暂时跌了500多点 其实现在大家都关心着 力战那边的情况是怎样 选择什么股好呢 又要选择防守股有什么选择呢 其实选择这个股份 都以防守性先 因为这一排的市况都比较错 虽然我都挺强调 我自己认不住 觉得大市差不多 可能都有机会 尤其是A股 有机会可能见底 但这个可能要再观察 未来一两个星期的变化 而且都是要视乎一下 看看货异战的因素的情况 而港股也是 港股的看法 其实我真的 跟外面看法有点不同 我真的不觉得很差 所以只要货异战 A股会回落 又不是会订回的时间 港股是有条件 有个比较不错的反弹 是不是一个新的星浪开战 要再看看 但问题是 现在这个部署策略就是说 没有啊 稳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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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比较好一点 今天为我们带来推介的就是 粤海投资270 我们都开始看看它的业务 其实粤海最为人熟悉的业务 就是它的东江水 是香港的供水商 水资源部份就是负责中国和香港 营运工水和污水处 另外它也有做一些物业投资和发展的分布 主要都是投资在香港 中国内地的等等的物业 另外它还有这个百货营运分布 还有发电分布 酒店经营业务 还有道路 桥梁分布等等 总共大概都有七个业务 其实集团的多元化是否都是它的特色 是的 但是问题是 这个多元化是否一个好事呢 两看 因为其实粤海投资给人的感觉 一直以来都是两刀碰下的 近年的主线 或者说比较突出一点 做的那样东西 就是水资源方面 还有一些和基建这一阻 或者这一阻相关比较多的反畅 所以你会看到水资源做得比较大一点 还有道路那边 就是桥梁收的路费方面 都是过去的一段时间 其实这些做比较多的 不过近年它那个投资的目标 有些不同了 例如说它做多一些发电 发电那边的业务做多了 另外也向母公司收购海置地那边 就是说1、2、4那边的权益 所以变成现在的业务也挺质的 你说它现在是否好像只做水 水方面的供应仍然是比较大的 但问题是在一些物业台词方面 可能和稳后的时间 这边的发展空间亦都相对比较多 所以变成主线 现在都以水资源为主 但其他一些可能在上海的时间 可能成为一些叫升的增长的量点 我们接下来看看2017年的业务表现 究竟是怎样 看到图表里面 其实占比最大 刚才也有说到的就是水资源 业务占比也有6,3% 第二大就是有物业投资和发展 占比方面有1,1% 看到他们在盈利增长方面 变幅相比2016年都有1,8%和1,9% 其实水资源和物业投资 是否都是主要月海投资增长的核心 会是的 但是核心那边是增幅 其实在物业方面会比较好一些 因为只要你多一些物业出售的时间 甚至乎多一些商场 基本上那边的收集会突然间 可能会比较大的攀升 另外发电也是 其实发电业务反而在上年的时间 那个变幅相对比较多 那是2,5% 但问题是占比较小 2,8% 看回原业额方面 基本上都是以水资源为主要 因为这个业务占比较6,3% 所以未来关键之一就是 税资源那边能保持得到有比较稳定的表现 如果可以的话 变相会对公司来计算 有比较稳定的现金流 亦都可以辅助公司在其他业务的发展 接下来我们也看近一点 月海投资的表现 亦都公布过 2018年第一季的业绩表现 我们可以看到图表 其实收入方面 变幅都有1,2%的增长 不过税前利润的跌幅有0.17% 股东应占入利的跌幅 更加有8.44% 其实就这样看字面的数字上 好像差了一点的成绩 为什么还会推荐它呢 第一季的时间 业绩表现就好像有些失息 刚刚提到公司过去是以稳健见清 但第一季的业绩表现就似乎 好像看上去有些走的样子 就是比较差的 这个可以解释 看下一版就会有些解说 先看你说那个style方面 都有1,3%的增长 最主要是因为公司本身是水资源 发电业务和物业投资方面 表现做得比较好一些 有些关系 这边做得比较多 连续业务的增长比较做得好一些 但是股东金钱日历已经下跌8.4% 最主要都是这些汇队的亏损 因为你说在上年同期的时间 这个的亏损大概是400多万 也可以说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小的数目 但是今年的第一季 那个的亏损是多少呢 1.19亿 都可以反映人民币的汇价 有些主要转差的时间 对公司也有一些汇队上的亏损 但这些都是纯粹是一个数字方面的情况 对公司的本业方面的影响 其实是不显著的 好啊 我们也讲多些水资源方面的业务 因为其实刚才也提到 它的占比高达6.3% 而截至2017年为止 它在深圳和东莞的供水方面 供水量也都增加了4.3% 收入方面就上升了7.4% 另外它在香港和广东省 也都落实了2018年 至2020年的东江水价 每年大概就上升了0.3%左右 其实东江供水都是一个垄断性的项目 是不是都可以成为越海的一个竞争力呢 应该这样的说法就是说 如果你是以回水资源的业务方面 这个的占比是多的 6.3% 其实你可以说 只要这方面的发展好 公司的业务又不会差到哪里 但问题就是这方面 就是东江水 简单来说就是说 其实你预计的收入方面 会不会突然增加得很厉害呢 其实网数字就知道了 你以回现在2018年至2020年 新一个三年签署的水价方面 其实增长你见到不多 每年上升0.3% 其实这个数字就不大 但问题就是 如果你看回这三年的数字 和当年15和17年相比的话 总协议的价格 其实升了7.7% 还有东江水其实有点而 我未知叫做无本身 但问题就是这个好处就是 为公司提供一个很好的 很稳定的现金流 基本上因为这个 你都可以说一定 就是必然有钱收的东西 你都是和香港合作 还有因为这个是独市的 当然有好又不好 很多人都同样批评过去 就是说你 要这么多钱 这个 因公司做这一件事 就是政府方面 但问题就是说 水 香港都是不可以缺的 所以变成了 对于它来说 这个业务是比较稳定的 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收入 对公司 刚刚提及到 对其他行业的发展 都有比较大的帮助 另外 其实我看大和的报告 他亦都预计 东江水这一部分 可以维持集团 未来几年派息的增长 达到两成 其实是否真的有机 其实公司本身 因为他这几年的时间 其实公司都有比较多的投资会做的 一会都会提及到的了 所以公司有没有机会增加一个派息 这方面我自己有些保留 但问题是 你说他继续住现在的派息率 行不行 其实机会是很大的 因为 其实按道理 这些东江水供税这一件事 都几乎真的要稳赚 对公司来说 真的那个 叫额外的支出 只不开始就真的会不多 所以按道理 你说这一份 就是这一件事 都会维持公司一个 可以一个比较不错的派息 其实另外 越海亦都有很多的水资源项目 亦都积极拓展 他的在建水资源项目 日均供水量已达到22万吨 污水处理量亦都有5.29万吨 另外 其实今年的首季度 他亦都成功投得 两个位于广东省的阳江城市 和山苑水资源项目 另外上年集团亦都在梅州 江苏 山头等等的地方 收购了7个水资源项目 其实他这么多项目在手 什么时候才会在业绩反映出来呢 基本上这些项目就是当你落成了之后 慢慢当你营运的时候 你会有些钱回来 到时反映这个状况 你说他现在的供水和污水处理能力 是否很高呢 一般般 你可以说有我们经常说 我们那些257那些公司 那些37那些公司 基本上都是人家做这一份的 他们那个处理的能力 是相比越海投资 是为高 但是问题是 如果你看回越海投资 我们经常说它是一间叫 广东省的窗口公司 其实有一些叫政府的背景 所以很多时候在省内的时间 可能拿一些项目回来 其实机会相对比较高 这个也可以说公司有一个比较大的买点 但是你也这么说 就是说你做了这些工程 就是跟内地政府合作 那变成了可能你拿的机会会相对比较大 但是你可以赚钱的能力 所以我那个叫二届能力 也会比较小一点 所以这一件事对于公司来说 又好又不好 不过对于公司拿一些新的 新的合约回来的机会 都是相对比较大 看完水资源 我们都看看他在物业投资方面的表现 其实接着他有个project 就是发展潘于曼博的中央商务区项目 也是一个焦点 里面总建筑的面积 大概有38.5万平方米 将会成为一个大型的综合商业颈目 越海投资也持有越海置地 大概7.3%的股份 接着公司也会重点发展布森项目 将深圳挪湖区的布森土地 打造成以珠宝为主题的商业综合体 其实2018年大概都完成之后 租金的盈利增幅 是否应该会更加劲呢 会是的 不过这个你可以说去分阶段去做 还有也就好了 其实这个收购 当年我看法比较上都是一般般的 你说我不是看得很正面 都是忠诚 因为我会觉得公司本身 可能在从事一些水务方面的发展 现在参与了一些收购 还要收购1.2.4本身 这个叫我们说的 台前物业这一样东西 其实我自己的看法是有些保留的 不过这一方面你也可以说 公司本身在水资源方面的发展 增长潜力和动力又未必太大 所以突然转靠这个拨心项目 对于公司往下的增速方面 有些比较好一点的表现 也不为过 当然这些东西是投资的 而且投资压真的不小 不过对于公司来计 它本身有一些水资源的业务 那里有一些比较好业金流 对公司的发展是有帮助的 你公司可能说 举债方面也不会比较太厉害 这个拨心项目本身也比较大型 而且公司也定位为一个 以珠宝为主题 是一个多元商业的综合体 所以对于公司 可能假设当它落成完之后 我想对公司的长远发展 甚至乎 这一方面有多些租务的收入 对公司的现金流方面 会更加加强 变成更加有能力 可能不到时派一个比较好的股息率 除此之外 其实越海投资 很多业务都在越港的大湾区里面 现在经常说 有哪些股份会受惠这个大湾区概念 其实大湾区的发展也即将出台 市场也预计这个规划会带来6000万人口 经济规模也超过1400亿美元 越海在大湾区有这么多业务 其实可以怎样受惠呢 其实这个比较有趣 大湾区很多公司都好像会受惠 公司在之前的业绩报告里面 展望里面 提到公司仍然会关注水资源方面的发展 但也会因为大湾区方面 很多政策都会落实 也会带来很多投资的机遇 公司也希望公司的业务 也会配合这方面的发展 做一些功夫 年价上你可以说 作为广东省一家比较出名的企业 我相信大湾区假设有比较大的发展 如果投资在圈套公司 就一定会找到他帮忙 再看看下一版 下一版是公司的主席王小峰 其实在之前股东会上 他提论到公司都重视大湾区的发展 等很多的规则出台后 公司都会找一些发展的项目 当然一些水务 基础设施 商场里一些 公司也打算有兴趣去做 参与这方面的一些项目 另外因为刚刚提及到 比较强调的公司 作为一间建设窗口公司 其实他会有很多机遇在大湾区那边发展 所以变成了这个大湾区 如果大家有时炒到大湾区概念这一堆 都没留过这一只股份 虽然有大湾区概念 但其实也有些隐忧 因为花旗之前也出了一个报告 他就认为越海受惠港珠澳大桥的效益是有限的 另外越海的股价 就和美国国负债献息率也有关 所以6月9月加息的话 可能会影响到他的表现 其实是不是也会有些隐忧在那里 会有的 所以你叫我第三点 都是讲到估值方面 现在基本上处于一个合理的水平 有没有机会 股价会有一些很大的 一些的象征空间 其实真的不多 而且都像你所说的 这类公共股 对于十年期债息 我们说week three rate 就是无风险的利率 那样东西是有些影响的 所以对于股价有这方面的担忧 还有最主要是公司过去一段时间 经常炒一些主资的概念 但是如果撇除这一样东西的话 公司的本业 暂时看下去有没有很大的冲击 都看不到 所以你只可以说这一只股份 其实是一些防守性比较高的股份 但是又未必说 当然现在市况可能比较上是反复一点 它的股价是弱得比较好的 但当然市场的港股可能突然有 一些比较大的上升的时间 往往跑出大市 看到月海现在的股价在逆市之中 还站得住 暂时还可以升近百分之一 其实如果想买这么多好的因素 应该怎么部署呢 都是等位买 我建议12分纳下 考虑都未迟 目标价就多看14分这个位置 以審作指示位 好啊 可以看着月海的走势 也麻烦你Sandy 给我们推介这只股份 给你申报有没有持有 純粹提供的股份 没有持有的 好 谢谢 这只节目就差不多了